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嫉妒 我很久以前本來想做一個單元 後來就是一忙或者說聽不太多就忘記了 就是女生聽說有一個那種在網路上 你可以做出一個這樣子的手勢 先把你的手拇指藏在你的手掌裡面 然後把四隻石頭把那個拇指trap住 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傳達給看到的人知道說 我其實現在處於危險的狀態 可能家暴啦情緒勒索這些的 趕快來救我 即便你看到我跟我旁邊的這一個人 可能很有興趣的聊著天愉快愉快的 那事實上你要知道這只是表象 我現在處於這個人的淫危之下這樣 所以趕快來救我 所以這是一個秘密傳送家暴訊息之類的一個做法 好那有沒有男生版 我們如果活在性別二元的世界 有沒有男生如果處於不OK的狀態 能夠傳達這個訊息出去 所以有一個bar就弄了一個叫做Johnny Depp shot 所以Johnny Depp的這一種特殊調酒 這樣子 所以你要是去這樣子點酒的話 你就可以讓這個酒吧人知道 這個男生其實現在有點不太OK 為什麼用Johnny Depp 你知道嗎 像其實Johnny Depp是被反家暴的一個受害者角色 好所以這個bar他就賣出了 Sales drink for distressed men feeling unsafe or scared 所以要是你是一個distressed的狀態 覺得不安全覺得很害怕 你可以來這家酒吧 然後你點這一種調酒 走到酒吧那邊跟著你的女伴 然後你跟他說Give me a Johnny Depp shot 然後你要就好 你要什麼樣的Johnny Depp shot 我往下看下去 所以這邊往下看 你看他弄出一個這樣子 feeling unsafe or scared just come to the bar and order a Johnny Depp shot 你要是order neat的話 他就會對你做這樣的事情 你要是order on the rocks 他就會幫你叫這樣的事情 你要是用with line 他就會替你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總共三種不同的替你應對的方式 然後他們還強調 我handle things discreetly and without fuss 所以他們會確保這個東西不會create a scene make a scene 我這邊也是會補一下這個說法好了 如果我們講make a scene 什麼意思?scene這個字其實有一個場景 所以例如說電影場景就是一個scene 或者說一個舞台劇的一個場景也是一個scene 那所以今天你如果在酒吧 跟你的女朋友突然間上演的那一種吵架的戲 或者甚至就家暴戲 他給你一巴掌 然後你推他或之類的 that's you making a scene 或者你就爆氣 然後對著你女朋友罵 罵他是個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you're making a scene 所以他這個意思就是我們會保證 we will not make a scene so we will do it without fuss fuss這個字也是一樣 就是製造出一些不愉快的混亂的狀態 就是fuss這樣子 好我剛剛還沒解釋完 所以你點這個Johnny Depp shot 你有三種點法 你要是點neat的話 他的bar staff will escort you out of the building staff就是員工 所以酒吧員工就會陪你出去這個建築物 所以escort的意思其實有幾個意思 就有陪伴 像講的不好聽一點 也比較不好聽 就有種職業就是伴遊小姐對不對 也沒什麼不好聽的 總之如果我們講說職業無貴賤 那個伴遊就是escort這個字 所以今天有一個安檢人員之類的保全人員 伴著你走出去這個建築物 這就是escort you out of the building 所以你就有人可以陪你出去 看著你自己上車然後開走 治癒你會威脅你的那個人 他們會把它處理掉 聽起來好像蠻黑幫的 什麼叫他會把它處理掉 可能就是他們會替你報警之類的 然後讓他去跟檢察解釋什麼事或什麼的 好剩下我不知道了 所以那neat是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另外一個重點 我其實有點想做那個 像Stanley他想要看看我能不能做紅酒方面的題目 我真的做了一點研究 發現我實在沒有資格談紅酒 因為紅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也不是說別種酒就少 相對來說威士忌好講一點點 真的 因為威士忌我講幾種喝法就可以了 我也不用跟你介紹多少種威士忌 威士忌也蠻多種的 但相對來說紅酒的這個terms 我個人真的覺得那資訊量達到 而且我真的缺乏那個專業 所以我今天介紹烈酒的一些不同種的喝法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下下 所以neat就是其中一種喝法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把這個走完 那你如果點這個酒點的是on the rocks 他會怎麼處理你的狀態呢 bar staff will call a taxi for you 所以他會替你叫一台taxi 我不知道是有多少的幫助 可是總之就是先生你的taxi到了 然後你的女伴可能就什麼taxi 我說沒事拜我走了 你就趕快跳上去 或許這也是一種解救你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with lime 就是它有一種水果叫萊姆 它跟檸檬不一樣 檸檬是黃色的 綠色那一種其實不是檸檬 我們可能都誤會那個是檸檬 那不是檸檬其實是黃色的 那綠色那一種叫做lime OK 所以你要是點那個酒 加一個lime的話 所以bar staff就直接會替你報警了 所以如果你的情況嚴重到需要報警 你就Johnny Depp with lime with lime這樣子 不是a lime 對不起 Johnny Depp with lime 他就OK 他要幫你報警 很酷齁 好所以這也是一種傳達危險狀態的一種秘密的傳遞訊息的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怎麼去點那個 不要怎麼點怎麼喝烈酒 所以這邊的這網站我覺得還不錯 他講的還蠻詳細的 所以他剛說neat對不對 好太好了 以前我也不知道neat這個字 我一直以來以為喝威士忌只有喝straight的這種喝法 那後來才知道其實喝straight跟neat 沒有說差到太多去至少 而且其實這是很confusing的term 好我現在已經有點confuse各位同學了 來我們先從neat開始看好了 我們一個一個看下去 所以這邊的喝法其實總共有四種 第一個是neat 第二個是straight up 再來是up 最後一個就是straight這樣子 OK還有一個on the rocks對不起 好所以我們一個個來看 第一個你想像一下你在喝這個酒的時候 那就是neat的喝法就是最直接簡單的喝法 其實neat的意思是整齊 像例如說你寫字寫得很工整 就your handwriting is neat 那或者說你今天打扮得非常整齊整潔 you look really neat 好所以neat這個字就有一個形容詞 所以喝法喝neat是什麼意思呢 drinking spirit neat is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所以最直白的最直接的 so a neat drink is a pure spirit poured into a glass with no other ingredients added not even ice there you go 所以就直喝 好那你看說 is a pure spirit 什麼叫pure spirit 精神嗎 所以這我們要我們可以 我們插題一下下先講一下這個字spirit 烈酒就叫做spirit 那他換一個字叫做liquor 所以兩個都是烈酒的意思 烈酒就可以包括舉一些例子 福特加就叫做liquor spirit gine 琴酒 tequila 龍舌蘭 rum rum是不是翻譯成萊姆酒 我也不知道 那最後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威士忌 所以這些其實通通是spirit的例子 也就是liquor 我自己以前還有誤會你知道嗎 我以為會分顏色 而且我以為vaca就是vaca 它不會掉在spirit的底下 所以殊不知總之spirit或者liquor 都是一個雨傘的term 所以大家都在這個雨傘底下 所以這沒問題 烈酒 那你可能會問到我們這個華人的 例如說什麼二國頭啊 什麼那些的 或者是什麼高粱啊 或什麼的 same thing 因為它酒精濃度很重 所以它全部掉在spirit的底下 所以就是精神這一個 或者liquor 還有一個詞叫做liquor 這個我們在加勒服可以看得到 賣場利口酒 那它是liquor這個字變出來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長這個拼法拼有點像 liquor 那liquor的重點在於它是有調味的 多半就是變甜的或之類的 叫做liquor 好所以那沒問題了 好所以第一個neat就是直接喝 倒進它的這個glass裡面 沒有其他的成分加進去 連冰都沒有 所以就是常溫在喝 OK 所以威士忌就是常常直接喝neat的 whisky is a very common spirit to drinkneat 可是這個跟一個shot還是不一樣 如果今天 就一般的shot是別種的那種 你知道那種小小的一個shot杯 可是如果你今天講的是 whiskyneat的話 通常又有一個不同的喝法 所以如果是whiskyneat 它有一種這個glass 叫做neat glass 是專門來給你喝whisky的 你看它這個形狀 它中間又凹進去有沒有 就是為了讓它的氣味能夠trap在裡面 比較跑不掉 所以這裡說 unneat glass is especially shaped glass that squeezes lighter ethanol molecules out of its opening and keeps the heavier delicious smelling molecules within 所以沒錯 它是一個特別形狀的一個glass 那它會把這一個 就是這個反正酒精的這一個分子 總是這樣keep不住 所以把這個應該講說 把那個ethanol的molecule擠出去 然後把香的molecule留在裡面 應該這樣講才對 所以它把這個ethanol的molecule squeeze it out of its opening 所以把它從開口擠出去 然後把這個比較重的 比較香的molecule留在裡面 酷 OK 而且這個neat 它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acronym 所以Naturally Enhanced Aroma Technology 好啦 隨便你啦 所以自然增加的香氣的科技 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它就能夠讓你 把這個酒喝的 用最純淨的方式來喝 好 那什麼是straight up 所以straight up其實 沒有它看起來這麼簡單 你如果說喝一個drink 你用up的喝法 跟straight的喝法 跟straight的喝法 跟straight up的喝法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接下來先講up 什麼是up 所以要是你喝up的話 也就是把那個東西變得冰了 可是冰 但是卻還是不能加酒 再說一次 把它變冰 可是不能加酒 啊 不能加冰塊啦 靠北 OK 所以變冰 可是不能實際加冰塊 也就是說不能把它變淡 How do you do that? 好 所以 the term up refers to any drink that is shaken, stirred or combined with ice 所以跟著冰搖 跟著冰搖 搖就是shake 你知道 那個搖搖杯 stir就搖 或者就簡單說 就跟冰結在一起 combined 可能就丟進去一下下 and then therefore chilled 所以它就變得chilled 就是變涼了 but it is served without ice 但是它卻是沒有冰來給你的 所以它把它弄完之後 會把冰拿出來丟掉 然後再把那個酒給你 所以跟neat就不一樣 因為neat是合唱文 so if you order a whiskey up 就是你需要這個whiskey chilled 可是不想要冰在裡面 聽懂意思 那straight up是什麼 stiright up重點其實在於 不只是有嘉賓而已 而且還有調味 ok 所以它就把它調成像雞尾酒 或這些的 so typically refers to mixed drinks or cocktails 這樣就可以了其實 好 所以cocktail會serve straight up 因為它包括有 反正它就是因為調過酒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裡又再強調一次 so cocktails are served straight up ok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個只有spirit的話 那它就是up而已 不是straight up ok 那straight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straight又是一個很confusing的 因為我以前也以為straight就是直接喝 所以這邊就的確說 所以很多的bar some bartenders interchange straight and neat Yeah ok 好 所以有的人會order一個bubon straight 但他們其實意思是要neat 或者是up 所以要不就是常文 要不就嘉賓 總之很煩啦 這樣子 ok 所以要是你想要確定清楚 你在這一家酒吧是想要用哪一種合法 到底要不要變冰 你就直接問酒吧 酒保可能就比較好 Ask your bartender 另外bartender這個字我特別說一下 不要把它講成bartender 中英把它放對地方bartender ok 所以這樣子ok 那什麼是on the rocks 冰塊看起來很像石頭 所以冰塊就是加冰 所以on the rocks就是加冰 什麼叫冰塊就是加冰 So a much more simple term in every bar and distillery the term on the rocks means served with ice 所以只要加冰就是on the rocks 注意到剛前面 除了straight up之外 你講到up是讓它變冷 可是沒有冰塊在裡面 neat更不用說就是直接和長文 所以總之這些是沒有冰的這樣子 ok 我覺得我好像今天根本沒講到什麼英文字 甚至我在這些描述中 我也都是在講中文 but anyway I hope you enjoy the class 好 然後這邊這個dilute的意思就是吸食掉 所以你只要加了冰之後 這個酒就會變dilute掉 所以這個dilute就是吸食 ok 吸食 it becomes lower in terms of concentration of alcohol and I guess the aroma too 好 本來剛才還有點想講scare這個詞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比較和用法 我看算了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不用再繼續偏離主題下去了 So we talked about how to drink your hot liquor 到底該怎麼喝你的 所以liqueur這個詞裡面叫個hard 總之就是你知道烈酒這樣也是沒問題的 喜歡喝酒嗎 我個人其實沒有非常喜歡 我大概比較願意接受的是那個有泥梅味的一種酒 所以這個順便講個字 peat 這就是我們講那個泥梅味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接受它的氣味 因為覺得好像在喝 真的像喝泥巴嗎 我也不覺得啦 可是真的就有一種 it tastes a little earthy 不知道該怎麼說 but I like it 然後這個一定要小杯小杯一點點錯的 所以這個是讓你sip的 所以sip這個字順便講一下 it's a sipping drink can you sip it 它不會是好飲的那種 酒量不好 所以這種酒對我來說還不錯 是我比較願意接受的一種種類 好啦 拉一拉雜講了一堆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